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喔 以前我們講過布施 是不是修布施能夠產生六波羅蜜 對啊 那修慈戒可不可以產生六波羅蜜 也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慈戒怎麼能夠產生戒呢 你看他很可愛喔 布施生布施 然後是不是從布施慈戒一直到般若 那慈戒 他是先講慈戒生布施還是慈戒生戒 先講哪一個 對呀 生戒 有沒有看到這個特別的排列法了 因為我們六度是不是布施慈戒人肉精進殘定般若 所以當他說修菩薩這個慈戒的時候能夠生六波羅蜜 他不是先講雲何慈戒能生布施 他是先講慈戒能夠生慈戒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什麼叫慈戒能夠生戒 因為生就是一個增長增益的意義 我們之前有講過生有衍生產生嘛 還有增盛 所以這裡的慈戒能夠生戒就是一種增盛 怎麼個增盛法 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 那五戒呢得到接下來受沙迷戒 沙迷戒再來受什麼戒 對綠儀戒就是我們講的解脫戒 那這解脫戒就是比丘戒啊比丘尼戒 這個就是得 持一條戒得一個解脫 那因為這個綠儀戒 再來修禪定戒 因為禪定戒呢又來得到五漏戒 最後那麼這個就叫做戒生戒 以前我們講過啊定供戒 有印象嗎 好 所以這個綠儀戒就是別解脫戒 禪定戒就是定供戒 得無漏戒 這無漏戒就是道供戒 因為這個就是 殊聖的無漏戒法 無漏道法 好 這樣沒問題 所以他這個持戒是不是慢慢一直往上增盛 所以這個叫戒生戒 好那麼持戒能夠生布施嗎 可以嗎 好那要講生布施的時候 我們又要再來複習一下啦 布施有哪幾種 財師法師無畏施這三種 那麼你能夠持戒 自檢就是自己去反省檢討 自己去約束自己 你不侵害所有一切眾生 他們的財物不管是貴重還是 不貴重的 你都不去侵害他 這個叫做財師 你不僅不侵眾生的財物 你還要怎麼樣 送給眾生 他需要的時候你就送給他 那眾生見者目其所行 好就是人家看到你啊 就是很心目很嚮往啊 你的威德威威 那你就是喔這個眾生看到我能夠來歸順 能夠來信仰我 那麼我要對他做什麼 說法 所以前面是財布施 接下來就是 法布施 為其 說法令其開悟 所以法華經裡面是不是有 開 是 物 入 佛的知見 好 那接下來啊你又在思維他說 我當堅持境界於一切眾生做供養福田 因為我已經出家了 那麼我本身我們穿這個袈裟是 你們要是仔細看師傅的架勢他是一條一條的 所以這個叫福田一 在家居士的慢一有沒有一條一條 沒有喔 那個 沒有 在家居士就不受福田一 因為他不是讓居士來供養的 那麼這些呢就叫做法施 所以你看喔 為眾生說法叫做法布施 你讓眾生做 就是你本身是一個 讓眾生供養的福田 也等於在說法 有沒有聽過財法兩師等無差別 所以你當自己是一個親近的福田的時候 眾生來供養你 你就好像在做法施是一樣的意思 法布施 那麼這些 然後他說 一切眾生皆未於死 持戒不害 是則無畏施 眾生是貪生怕死的啊 如果我能夠持戒不去殘害眾生 不去讓眾生受傷的話 那麼眾生看到我是不是就無所畏懼 對啊 你看一些兇神惡煞 有些人長的就是這樣子 那個臉部的表情就非常的猙獰 然後滿臉恨肉 你看到他的時候你會不會有恐懼感 會啊 那這樣子能不能給眾生無畏 就沒辦法 所以 我們的外相 有的人長的就是 我天生長的就是 這麼兇啊 那有什麼辦法 那你就是慢慢練 練到你雖然看起來長得很兇 可是你能夠讓人家看到你 不會覺得你兇 向由心生 向隨心轉 這個我們是可以慢慢進化的 復刺菩薩自己要去思維 他說我當持戒以此戒報 要為助眾生做轉輪生亡 或者做種種的天王等等 然後讓眾生都能夠滿足於這些財物 沒有任何的法短 然後最後要怎麼樣 做佛 樹下降伏 魔王破諸魔君 成無上道 為眾生說清淨的解脫法 讓眾生能夠 度脫老病死的種種的苦惱 這個就叫做持戒因緣來生壇 菠蘿蜜 那接下來 持戒怎麼生忍辱 怎麼生呢 持戒的人自己要想一下 他說 我進持戒是為了什麼 持心 持戒不是只有持你的外在的身相 還有持口而已 最重要是要反觀自心 你的心念要清淨 能夠緊持 所以他說 若持戒無忍當舵地獄 雖不破戒 以無忍故不免惡道 我持戒如果我沒有修忍辱的話 你要想一下 這個就是他的思維的過程 我怎麼持戒能夠達到忍呢 就是要知道我如果 沒有忍下來 我可能將來會多惡道 那你要不要多惡道 當然不要啊 我持戒就是為了增上 怎麼相反的反而多惡道呢 那不是很顛倒了嗎 所以何可重憤不自置心 當然啊 因為我是為了要修行 所以我不可以 重憤就是放縱你的稱恨 放縱我們的這一些惱怒的情感 然後不好好的去 管好你的心 所以你想生氣的時候要怎麼樣 就要想 撐火能燒功德靈 這樣還會生氣嗎 還是會 那怎麼辦 已經燒了火燒了 怎麼辦你不要讓他整個燒光嘛 趕快撲滅火啊 懂意思齁 所以我們 凡夫第一 開始的時候就是會生氣 可是你不要讓他 爆炸到無法收拾 或者是你已經那個 開始小苗在燒的時候 趕快滅火器就拿來了 等到你全部都 大火在燒了 你就要滅火就來不及了 就太可惜了 所以他說 因為啊 這個 撐恨心會讓我們 墮道三土二道 所以應當好自勉強 勤修忍入 意思就是你要勤勉自己 然後要很堅強的很精進的 不斷的去修行 要把這個惡法 忍下來 不要有這個惡法 好 這樣子心才能夠清淨 我們修行人 持戒能夠產生忍辱 為什麼呢 他說啊 行者越令戒得堅強當修忍辱 為什麼 因為啊 人為大力 能牢固 戒令不動搖 我們剛剛看的這個 大力獨龍 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個 最好的證明 人家要來 扒他的皮 他是不是為了持戒而忍痛 然後小蟲都來吃他的肉 是不是為了持戒而忍痛 然後忍受把自己的生命 就送給別人了 他有沒有後悔 沒有 所以 能牢固戒令不動搖 忍心不動 視則名為 有利大人 在你們的註解170這邊就有提到 佛垂波涅盤略說教戒經 簡稱宜教經 這裡就有提囉 那你還要再去思維說 我竟出家行語 俗別其可 縱心如是 仁乏 一字勉勵 以忍調心 我已經出家了 我的身形跟世俗仍是有區別的 所以我不可以放縱我的心意 就像世人一樣 世間人是不是高興我該幹嘛就幹嘛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就會有這樣子的說詞 所以我們已經出家了就要好好的用忍入來調我們的心念 那以身口忍 心也能夠忍 那如果你的心不忍的話 身口能不能忍 就沒辦法忍啊 所以你如果 身也忍 口也忍 心也會跟著忍 那你心不忍 身跟口 當然也不可能忍啊 那這邊是舊出家來講 那我們在家人要怎麼想 你就想 我今 佛弟子 我是佛弟子啊 我的外型跟世間人有沒有一樣 還是一樣 但是你們會穿海青 或者有可能批慢衣 是不是有一點點不一樣了 好 就算我的外表跟在家人是一樣 可是你的心當中已經是佛弟子了 是不是你檔次就不同了 好 那麼再來就是要這樣子去勉勵自己 我已經是佛弟子 不要讓別人說話 批評啊 你們這些啊 學佛都學到天邊去了啦 你們學佛沒有用 只會 空口說白話 你們只會說大話 說你們多清淨 說你們多有功德 說你們多好 動作是騙人的 是不是人家一堆 畸嫌毀謗的語言就出來了 我們不可能管別人的嘴 不可能禁止別人說什麼 他要說好話說壞話是他的決定 可是如果我們做得好 是不是別人就比較容易 講好話 當然如果有人嫉妒的話 那又另當別論了 但原則上 大致來說我們做善就不會讓人家批評 我們造惡就很容易讓別人 就是有這些把柄 所以就能夠落人口實了 所以修行人要 令深口心忍 絕諸憤恨 就忍下來不要生氣 副字是戒律說則有八萬 剛剛講說有八萬律儀 有五百條戒 然後接著廣說就八萬律儀 再廣說呢多少律儀 無量律儀 那怎麼樣能夠持這些無量的戒法呢 唯一的方法就叫忍辱 只要能夠忍了下來 那麼眾戒自得 你就能夠得到所有的戒德 這些美德都有了 那這裡講了一個譬喻 有一個人他得罪於國王 惹到國王 犯了國法的意思 國王怎麼處罰他也很特別 亡以罪人 載之刀車 六邊利刃 堅不容見 奔逸遲走 行不擇路 這是什麼 我們看你們的 講義三十七頁 註解一百七十一 這邊有個錯別字 你們改一下 罪人乘坐在車子上面 不是眾人 是罪人 這個罪人國王就叫 這個罪人坐在一輛車上面 然後這車上有刀 那這個車有六邊利刃 這改一下 車他說 六邊利刃 就是說這一部車 一般我們車子是四邊 那他四邊各有 一把刀 這是很利的 那有可能也許上面也有 下面也有 或者是 角落等等 所以總共他就是有六邊 都給他插了刀子 所以你就想像喔 那個刀子從這裡進來 這裡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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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六支刀子 而且他是 尖不容見 意思就是 他是剛剛好 那中間坐的是誰 對罪人 所以罪人坐在車上 你車子 你就用以前的那一種 馬車啊等等去想像 他是開礦的 敞篷車嘛 以前的馬車是不是敞篷車 是啊 然後他就六邊都有各一把刀 那這個人坐在中間 他如果一動 是不是會被刀刺到 對 所以重點還是 這部車是什麼 奔一遲走 奔一遲走 一直跑 一直跑的很快喔 那以前的馬 是這樣子抖的嘛 那他是不是要很小心很小心 不然他就會被刺到 而且這個 這個 車在跑還是行不責路 意思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車要往哪個方向去啊 他給你拿一個大轉彎給你一個甩尾 好像那個 賽車一樣 那就不是很恐怖嗎 好你有這個離心力 你一下就被甩出去 然後就刺到刀子了 好 不是你刺到刀子 還是刀子刺到你 不管哪一種 你就是死路一條 所以他這邊就講說 若能持身 不為刀傷 是則殺而不死 所以這國王就講啊 你如果啊 能夠好好的坐在車上 沒有被刀子給 刺傷的話 那麼就好像 我已經殺了你了 就是國王故意在玩弄他 在搞他就對了啦 但是是不是也是給他一個 求生的一個方法啦 好 那麼 那這邊 龍術菩薩就說 持戒之人義父如是 戒為力 刀忍為持身 若忍心不顧 戒亦傷人 我們在持戒的時候 這個戒就好像一把利刃 你如果能夠忍下來 那麼你就不會受傷 忍心不顧 的話你不忍 就是你忍心是不堅固的 你不能忍 這個戒會傷人喔 想一下為什麼戒會傷人 戒不是好的嗎 那不是美德嗎 那為什麼用這樣子的譬喻說 戒會傷人 什麼情況下戒會傷人 破戒 破戒 好 但是是破戒是毀戒傷人啊 可是他這邊是說戒傷人 戒本身是美德啊 用自己的戒去要求別人 很好用自己的戒去要求別人 譬如說你假設啦 你今天持了不殺生戒 你看到別人殺生你就 唉唷 妖獸喔 要命喔 好恐怖喔 你怎麼做這種殺生事啊 那是不是很難聽的話就講出來了 那你自以為你自己很厲害 結果你還 還詛咒別人妖獸 那還有呢 用錯地方 喔 用錯地方 什麼叫做用錯地方 什麼戒會用錯地方 不能說謊 但說的實話 實話可能會傷 喔 很好 你 你持了這個不忘語戒 結果你說我不能說謊 不能說謊 然後你講了 這個誠實語 你就傷到人了 有啊 是不是有這種 譬如說這個人他心情不好啊 然後哭得滿臉花花的 然後你就跟他說 你怎麼哭到這樣醜八怪啊 那你說會不會更難過 會啊 你說我講誠實語啊 他真的現在哭成這樣就跟醜八怪一樣 尤其是有些人化妝 他是不是一哭整個臉都花了 嗯 那你就講了這樣刺激他的話 他哭得更大聲啦 好 那還有勒 為什麼持戒會傷人 你要求別人嗎 還有你 持戒在不對的時機當中 還有剛剛講了你去持戒你的不牢固是不是犯戒 這也是某種程度的傷了你自己啊 所以這個持戒傷人是可以傷你自己也可以傷別人 還有一種就是我持戒 慢慢的謙卑慢慢的謙卑把我們的這些煩惱把他洗淨 就你因為這樣子然後就去傷了你自己的修行 所以持戒會傷人不是戒本身會傷人 戒本身不會傷人 是我們的時節因緣地點等等還有你自己不會拿捏 還有你的持戒的心態 如果這些都有錯的話就很容易會傷到自己傷到別人 好 然後又說啊 譬如啊有一個老人啊在晚上在行走 如果老人夜行是不是老人會看不清楚然後走路也比較不穩 會顛簸 如果沒有守障的話就容易跌倒 所以無障則絕 那忍為戒障伏人至道 所以忍入就好像是 一霸 這個 這個叫拐杖 他讓你能夠支撐 支持你 到這個道路上 而且能夠到最後的道果 所以福樂的因緣你都能夠滿足 所以不能動搖你啊 所以如是種種名為持戒生 燦提波羅蜜 好 那接下來持戒能夠生精進 怎麼生呢 持戒之人除去放逸 自立勤修習無上法 舍世間樂入於善道 至求涅槃 一度一切 大心不懈 因為你持戒你是希望說我將來能夠 爭到涅槃 然後甚至要能夠發更大的心 以求佛為本 就是你的根本的出發心是什麼 就是要求佛道 那這個就是你的根本出發心不是只有自己 度脫 成涅槃而已喔 所以這樣子你為了要 達到你 成佛的境地 你就要發大菩提心 而且要 精進勇猛 不懈怠 所以你是不是在持戒的當中就產生了精進力了 好 這樣沒問題 簡單喔 好那再來 復刺持戒之人 疲厭是苦 你們的講義當中啊 是苦後面你給他加一個破折號 這樣清楚一點 因為他你就是持戒的人啊 你會厭倦這些世間的苦 世間的苦有哪些 老 病 死 這三種 所以你加一個破折號會清楚一點 有沒有問題 好 那麼你就能夠因為我討厭這些老病死啊 我厭倦了這世間的苦惱 我會產生精進心 然後希望要能夠 得解脫 不僅自己要得解脫還要度人 這時候龍術菩薩要給我們一個故事 龍術菩薩是不是很會講故事 對啊他超級會講故事 所以其實 你們要是跟人家講佛法要分享 大致度論裡面很多故事 隨便一個拿來用就很好用了 他說譬如野甘 野甘就是介於狗跟狐狸之間 這個犬科 他在靈術當中啊 他是跟著這個獅子啊 虎豹啊等等啊 求其殘肉以致存活 所以這些獅子老虎 他吃了肉啊 吃剩的這些小碎片啊 等等就他就撿來吃啊 他就可以活了 可是有時候啊 有時就是有一次呢 空乏 意思就是沒有吃剩的肉給他 那怎麼辦 夜半餘成 晚上就偷偷跑進去城裡喔 他不是出城 他是進城 佛陀夜半餘成是出家 出城 他是 離開他的王宮 跑到外面去修行 那這野甘呢 他本來是在野地生活 他的夜半餘成 偷偷跑進去城裡頭 他做什麼 深入人設 跑到人家家裡頭去找吃的 求肉不得 他也很可愛 他找不到他怎麼辦 就睡起來了 奇怪你找不到你不回你家去 就乾脆在那裡睡覺 所以他就在平宿睡席不覺夜靜 沒有想到 這個夜靜就是 這個本來是夜晚 夜晚中了 夜晚中了就白天了嘛 天亮了大家看到他怎麼辦 他這個傻野甘 他說 黃不無忌 他說開始慌恐 這個非常恐慌 然後很害怕 無忌可施 怎麼辦 走 則律 不自眠 住 則 聚 未死 痛 如果我現在趕快離開 我會擔心 會不會我沒有辦法跑 跑離開啦 跑不成 因為他 天亮人出去是不是會被別人看到 所以走也不是 那流在這裡呢 也會害怕 是不是又會被發現 所以走也不是 流也不是 怎麼辦 進退兩難 這時候 他也很可愛 變字定心 炸死在地 他假裝死 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也是 蠻愚痴的野甘 那這時候就有人來啦 他說眾人來見 有很多人來 有一個人就說 哎呀剛好有野甘 我要他的耳朵 怎麼辦 把他耳朵割下來 當成野甘自己就想 截耳衰痛 淡靈身在 耳朵少了一隻 沒關係 我還活著 然後這時候又有另外一個人就說 我須野甘圍 我要尾巴 這不曉得要做要用還是做什麼用 就把他尾巴給撿了 那野甘就想 好吧 截尾衰痛 又是小事 為什麼 命還在 好 然後又另外一個人說 我須野甘牙 我要野甘的牙齒 他要不要給啊 要不要給 沒有啦 你看 他這時候不能再給了 因為已經有兩個人 要了你的耳朵 要了你的尾巴 再要你的牙齒 他沒牙齒 他能吃東西能活嗎 也沒辦法啦 所以他這時候就心裡想 取者轉多 怎麼要的人越來越多啊 一個人也就算了 兩個也就算了 無三不成理 竟然有第三個 所以他說 如果倘若 在取我的頭 怎麼辦 我就不用活啦 就死啦 所以他這時候 他就是 奮力一跳 急從地起 奮其智力 絕勇 兼觀 就是 他在一個窄小的這個 狹小的通道啊 等等 他就是奮力一跳 然後砰就跳出去了 盡得自祭 終於啊 救了自己的命 這野竿也很可愛齁 炸死 早知道他就不要炸死 因為他前面在 猶豫的時候 對不對 搞不好很快跑跑跑跑 就跑出去了 所以他沒有學那個 頑皮豹 登登登登登 沒有學到那一招 不然就可以自己活命了 好 那龍樹菩薩就告訴我們說 行者的心啊 求脫苦難 亦復如是 老的時候 剛剛前面不是說 為人間的老病死苦嗎 老病死這些患 那他這邊講說 若老致死 由故致寬 意思就是說 老到的時候啊 你還覺得 沒關係啦 我年紀大了啦 對自己好一點啦 不要這麼嚴格啦 所以由故致寬 所以你就不能 殷勤決斷精進 就越來越現代啊 所以之前就有居士跟師傅問 他說師傅怎麼辦 我就覺得我年紀越來越大 這個 懈怠的心越來越強 沒有年輕的時候精進 是不是很有可能都這樣 所以修行不是一直往上的喔 因為你的體力的挑戰還有你的病痛還有你的家裡的因素啊等等 我們以為啊 年紀到了這個年輕的時候就想啊我要打拼事業 你就想啊等到我年紀大了這個這個小孩也長大啦 我沒有社會責任啊 那我通通圓滿了這些責任以後我再來修行 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 年輕的時候不好要打坐 現在要打坐 哎呀腰好痠喔 哎呦背好痛喔 哎呦我的膝蓋不好喔 哎呦我哪裡不好喔 是不是一堆問題都出來了 對 所以修行要趁早 我們永遠 今天就是年輕的時候 就是該修行的時候 所以就是想你要老的時候啊 就對自己啊非常的寬 就是寬勉自己 讓自己就是很寬鬆 不會太嚴格對待自己 那生病的時候也是一樣 病易如是 已有菜其未能絕技 就是你相信 我現在生病啊沒關係啦 我一定會有病遇的時候 病一定會好 那所以你會不會下定決心好好修行 會不會 很難啊 因為比丘常帶三分病 這是真的想要修行的人 你會用病會 激勵你自己好好修行 但是一般人就覺得啊沒關係啊 我現在先懈怠先修行先好好養病 等到我病好了我再來修行 有沒有真的病好的一天 可能很難喔 因為你在病的時候你要求佛菩薩幫你 結果佛菩薩沒幫你 你還沒說 佛菩薩你怎麼騙我都不幫我 是佛菩薩沒幫你嗎 是你沒幫你自己 天助 自助 責 好 那死的話呢 他說死欲至食 自知無際 便能自免 果敢殷勤 大修儆盡 從死地中 避至涅槃 就是一直到快要死的時候你才知道 哎呀 已經沒有希望了 性命都快終了了 趕快 奮力一搏 就放手一搏呢 一跳就能夠好好的精進勉勵 然後讓自己能夠從死裡逃生 這個就是講剛剛那個野竿的故事的意思 所以我們修行也是像野竿一樣 割一隻耳朵沒關係 割一條尾巴沒關係 割一條尾巴沒關係 要看我的頭 當然大有關係 好 留得青山寨不怕煤彩燒 再來 他又有一個譬喻法他說 持戒的 這個法呢 就好像在射箭一樣 你要射箭你可不可以站在一個不平的地方 你站在不平的地方 你看那個奧運喔 他們在 比那個劍的時候 他是要站的地很穩 然後很平 所以他說射箭要先得平地 站在平地上你才能夠穩 那地平了你的心才會安定 如果你是在敲敲板上面你射箭你好射嗎 難吧 對啊 你都不平衡 你怎麼能夠用力呢 沒辦法 所以你要先地平 心才能夠安 心安然後完滿 完滿就是拉滿你的弓 那弓把它拉滿了你才能夠射得遠嗎 所以你如果沒有拉滿你可以射得很近嗎 還是射得很遠 弓沒有拉滿的話 是不是就是落在你的面前而已嘛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拉滿 然後完滿然後現身就是 重目標 而且是很深的這樣子就 戳進這個目標了 那麼他這邊就譬喻說 戒就好像平地一樣 是讓你平穩的 這是打一個很好的地基 平穩的地基 那你的心能夠定 定義就是定心 心能夠定就好像這一把弓一樣 你能夠完滿把它拉滿 拉到極致 這個就是你的精進 你要拉滿是不是要用力 好 那這個射出來的劍 就是你的智慧劍 正重目標 什麼目標 就是 無名賊 你拉劍 以前的人拉劍 是要去 殺敵人嘛 所以我們今天拉這個弓 然後 弓 張滿了 劍 張滿了 要去 射就是要射這個 無名賊 就是我們的賊人 我們的敵人 那麼這邊就講 若能如是展力精進 必至大道一度眾生 所以這個就是從 慈戒產生什麼 精進 對 接下來 慈戒的人能夠以精進自治 武情 就是去控制你的武情 然後不受這個武欲的干擾 若吸引你去能射令環 如果你心散掉了 跑掉了 隨著外在的這些彩色名詩 隨著色身香味觸法 跑掉了 那怎麼辦 能射令環 你能夠趕快把心拉 回來 就像風箏飛的 被風吹的 吹遠了 你的線只要還在 是不是就可以拉回來了 這個就叫 慈戒能夠互 株根 那 互株根就能夠生禪定 生禪定的接著是生智慧 最後能夠成就佛道 這個就是因為慈戒產生的 霹靂耶 波羅蜜就是精進 下一個 持戒能夠產生禪定 為什麼呢 人有三葉 可以做諸善 哪三葉 對 深口異葉 那你深葉能夠善 口葉也能夠善 那異葉自然就能夠善 譬如 驅草生於拔中 不符自直 驅草就是草一般是不是都軟軟的 然後長得歪歪的 可是這個草如果生在麻當中 他不符自直 這個麻是什麼 就像這個 看喔 他這是植物對不對 他不是 不是那一種 就是這是草本科的 他不是樹 可是你看他這個是不是很直 對 所以你要是在這個直麻當中有草 草是不是跟著就是直了 不會讓你東倒西歪的這麼多的空間 所以就是你身邊是什麼人你就會受他影響 好那一樣啊這個驅草生於麻中不符自直 不用去 特地去把你綁起來你自己就會長得很直了 那持戒之地能雷諸結 雷就是讓他變得弱 虛弱的意思 意思就是我們有這些煩惱 這些煩惱是不是因為持戒就可以越來越輕了 對我們今天上課一開始講 不是 我如果持了不殺生戒 是不是可以去對峙我們稱恨的煩惱 好等等的 那麼一樣 所以你要持戒就可以產生大力量能夠斷我們的煩惱 那為什麼呢 或者是怎麼樣啊 你就說若不持戒撐回事來 殺心則生 因為你沒有持戒嘛 那你一生氣就是 就是放縱你自己的 這種撐火 去燒功德靈了 那如果你是有貪染心 若欲是智 贏心即成 這是不持戒的人 可是有持戒的人譬如說你持了五戒 結果現在有一個人來勾引你 那你知道你不能受勾引 你就想啊我持了五戒了 不淫欲 好啦 我趕快 躲開 這是不是自我保護 是啊 那這樣子你還會不會有贏心 不會啊 就算你有動了一點點心念 你知道不可以 你是不是自我保護你的清淨犯恨了 好 那若 若持戒者雖有為撐 不生殺心 意思就是說 我們還沒有斷煩惱 可是他可以 弱煩惱 剛剛講的雷劫使 我們的撐恨心還在 可是他可以讓你減弱 所以叫為撐 那有一點點的撐心啊 可是你會產生大撐心 憤恨去 要 變成要動刀殺人 就不會了 因為你有自制力 就算你有贏念 這個贏事會不會成就 不會 因為你自己能夠懂得懸崖勒 好 那麼這個就是持戒能夠讓我們的 朱傑使雷 朱傑使雷 禪定 以得 因為我們的煩惱越來越薄弱 你的心是不是越來越定了 所以你看喔 這個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你要是修禪定 可以讓你的煩惱變輕 因為禪定是一個靜心的過程嘛 你要是持戒 是不是也可以讓你的煩惱能夠得到控制 你不會 一發不可收拾 那這樣子同時你是不是也心越來越定了 所以這些就是六度當中彼此是相輔相成的 互相注意的 譬如老病失利 死事已得 劫使雷固 禪定已得 因為我們 老啊或者病啊 你沒有力量啊 那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死了 對啊 那所以同樣的這些劫使啊 越來越弱 禪定就能夠成就 那如果你人心為喜 長求意樂 這個就是一般人啊 那可是如果我們能夠好好修行的話 那麼我們能夠持戒 舍棄世間的這些想福的事情 心不要放逸 那麼就能夠 產生禪定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因為持戒 生禪定 赴次 持戒之人 得生人中 那不僅持戒啊 可以生人天 還能夠做什麼 最後到色戒 到 無色戒 那色戒跟無色戒 就是一個禪定的境界了 上二戒 那持戒清淨 能夠斷種種的煩惱 最後能夠爭到 阿羅漢道 大心持戒 敏念眾生 視為菩薩 所以這裡的大心最重要就是你要發大菩提心 在大智度論裡面很多地方大心都有出現這個詞 那他的定義不太一樣 不過整體來講大心通常是指大菩提心 也就是你要自度度他 讓所有眾生到涅槃的這個大菩提心 大清淨心 那麼 赴次 戒為檢出 禪為攝系 你看這邊我們講說戒會生禪 那麼這邊就跟我們稍微區別一下 戒德 他是 檢出 檢就是你們看你們的註解195 這裡講一四十頁 檢他有這個清禮的意思 他也有去查看檢查嘛 我們講檢查檢查 所以他同目部的檢 那他也有約束的意思 所以當我們在持戒的時候啊 我們就能夠透過這個持戒 去反省檢討 看到你自己的 行為 哪裡太粗糙了 我的心念太粗糙了 我沒有正念 心不夠細等等 所以你就能夠去約束你這些 一些 慌亂的 行為 然後能夠把這些粗暴啊粗亂的 言語跟行為全部都排除了 那你心是不是越來越細越來越近了 這是持戒的部分 那如果是禪定呢 剛剛講了禪定能夠攝戒 戒為檢出 禪為攝戒 意思就是說 戒是跟這個你要去對峙你的粗糙的 身口一三頁 去對峙他 禪定是讓你的心能夠越來越細 所以我們讓心要從 初中之粗 到的 初中之細 再從 細中之細 這就是最後的了 所以透過禪定我們能夠收射我們的心念 讓心更加的 維繫 那不僅你的心能夠維繫 你的身形也能夠非常的 繩密 有細形 所以這個八萬細形就能夠慢慢的圓滿 有威有德 副刺 戒射 身口禪 止亂心 這個一樣再比一下戒跟禪的差在哪裡 戒最主要就是射你的身口儀 可不可以射意 可以啊 但最主要就是 外表比較粗的 這個身口先把它 收射好 那禪呢 那就收射我們 混亂的 雜亂的心 譬如 人 爬到屋頂上 你要爬到屋頂要怎麼爬 爬樓梯 所以他說非一梯亦不生 那不得戒梯 禪亦不利 所以如果啊 我們想要 得到這個禪定的話 要以戒為基礎 所以 冷言經講說 因戒生定 因定 發 慧 這很重要 所以戒是一個 很重要的基礎 這個也就是剛剛前面用射箭做比喻 你要先站在平地上面 才可以 好 父子破戒之人 結始風強散亂其心 其心散亂則禪 不可得 如果你破戒了 那這個心都是永遠在散亂當中 都是跟貪嗔吃慢 宜當好朋友 那這些 八風都來吹我們 吹得我們亂七八糟 這樣子我們有可能得禪定嗎 不可能 所以如果有人他不持戒 他跟你說啊我禪定 功夫多好又多好 那我們可能要打個問號 好就算你禪定功夫很好 你的戒行不清淨 這個禪定很容易變成邪定 他就不是清淨的定 他不是讓你能夠解脫的禪定 好 那這樣子就很容易走到邪路去了 那持戒的人呢 煩惱瘋軟 心不會這樣子的 太散亂 大散就是太散的意思 那麼禪定就能夠得到 這個就是持戒生禪定波羅蜜 最後我們來看持戒能夠產生 智慧 就是產生波羅蜜度 持戒的人觀此戒象從何而有 知從重罪而生 意思就是我們前面講了這麼多這些戒象 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因為有罪而有戒 以前我們最早有講過 諸佛是 以戒為師 佛陀入滅也告訴我們這一些佛弟子要以戒為師 在佛陀治戒之前 就是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盡其益 好 所以這個就是基本的戒法 可是因為大家後來 行為荒腔走板都有可能 所以佛陀就開始一條一條的戒來制定了 所以為什麼要治這些戒呢 就是因為有罪 所以才要治 如果眾生不犯這些麻煩事 不造惡業 還需要 制戒嗎 就不用了 齊來有自 佛制戒是因為有眾生有違反 做了不良的事情 所以才要制戒 因此這邊就講 若無重罪 則亦無戒 你沒有所謂的造罪 我為什麼要來制戒來約束你們呢 來管理你們呢 來清你們的心呢 讓你們的心地越來越清明呢 不需要嘛 好 所以戒相如是 從因緣有 何故生酌 這些戒 戒法 或戒條 等等這些 是怎麼歷來的 就是因為有因緣而有的嘛 所以以前我們在看戒法的時候 是不是會說 佛為什麼要受不殺生戒啦 為什麼要治 不可以唱歌跳舞的戒 為什麼要治過無不實的戒啊等等 他是不是都有 戒的因緣 這個就是治戒 的這些種種的 背景 這個要把它了解 那麼你就知道 一切從因緣有 那既然是這樣 你為什麼要對這些戒法 這些戒相產生執著 因為他既然因緣有 是不是可以因為因緣無 懂嗎 因為因緣 種種條件形成的戒法 才有的嘛 撇開這些因緣還需要這些戒嗎 就沒有了 所以你為什麼要產生執著 所以這個就是說 以前我們有講類似有點類似 隨方疲擬 你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治這個戒 就是因為 有他當時的時空背景嘛 所以才治這個戒 你到了另外一個地方還可以這樣治戒嗎 可能就沒辦法 就像我們過午不時 你是不是看冥象初 等等 那你過午不時這個 正午之後 不可以吃東西 等到冥象 隔天早上冥象出來 你才能吃東西 這沒問題 可是 如果 你是住在那個南極北極 你到時候你的這個季節的關係 這個季節 你的 太陽出來的日照的時間 只有 三個小時 那怎麼辦 同意思嗎 那你還能夠過午不時嗎 是不是就很困難了 那是不是要做一個調整了 對 所以他說 戒相如是從因緣有 那如果你一直堅持 我就是要過午不時 可以啊 你只有三個小時 甚至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看你怎麼去吃 所以不要太執著 不是我們不去守戒 而是你要懂得 調整 懂得開圓 戒是要讓人解脫 不是要讓人綁手綁腳 不是要讓人覺得 我不自由不自在 佛陀 治戒是要讓我們清靜自在 不是要讓我們因為持戒而苦惱 所以如果我今天受了戒 我自己反而覺得苦惱 你自己就要翻新監討 是不是我哪裡沒有做到好 或者是我的心態沒有清楚 或者我的知見觀念沒有清楚 好 所以我們看你們的註解199 這裡就有寫說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戒相的種種因緣 我們知道緣起性空 你對於戒律會不會產生任何的執著 不會啊 你就不會執著 一定要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子 你就會懂得開圓 就像我們剛剛講蛋的部分 以前蛋他是受精卵 所以你不能吃嘛 殺生 墮胎破卵 這個都不行 所以你吃蛋就好像在殺生 現在的蛋是不是都是 就不是那個 受精卵啦 那所以現在就越來越多人會吃蛋 這樣懂意思 所以他吃蛋你就不能說他是破卵的嘛 好 那麼這邊就像金鋼金講的 法上 銀蛇 所以這個雖然是很好的法 正法 可是 你一旦產生執著 他本身就是一個瑕疵 他就不親近了 所以我們持戒是好事 但是不要因為持戒 而要求別人 不要因為自己持戒 看不起別人 也不要因為持戒你的種種的 太執著的 這個心 讓你自己受束縛 否則戒 就會 傷人 剛剛前面講過 那這裡又在譬喻他說 譬如蓮花出自污泥 色雖先好出處不盡 以是勿心不令生著 視為持戒生波惹波羅蜜 我們常講蓮花出污泥而不染 所以蓮花他開在水面上是很 鮮豔可愛很清淨的 可是他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污泥 所以我們要知道 因為他來自於污泥 他能夠 不執著污泥 所以他才能夠 突破污泥 突破水面 去開清淨的花 那我們修行也是一樣 要這樣子去反省檢討你的心 不要去執著 這樣我們才能夠 突破障礙 才能夠像蓮花一樣 能夠清淨自在 所以我們 進一步來講不僅對於這些戒相不要產生執著 對於一切諸法所有的法我們心當中也沒有直取 沒有染著這才是真正的 好 那接下來 持戒的人 自己還要去想啊 我以持戒貴而可取 破戒見而可舍者 若有此心不應波惹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持戒貴 就是你覺得持戒是很尊貴的啊 是很高貴的事情啊 那麼我應該要好好的持戒 那你破戒是很低賤的事情 你要把它捨棄 看起來像對吧 好 可是 我們如果有這樣想的話 有取有捨 你不懂得因緣法 你沒有善觀察一切諸法的實相 你把持戒歸一邊 把破戒歸另外一邊 這兩邊對你來講 他沒有辦法達到忠道 沒有辦法達到不二 你有取有捨 你執著在這個界的部分啊 取就是執著 直取的部分 好 那捨你就把它捨棄 這樣你還會跟般若 忠道般若 跟不二的法門相應嗎 沒辦法 所以你有這樣子有取有捨的心就不應般若 跟般若是不相應了 既然跟般若不相應 你可不可以因為持戒產生般若波羅蜜 就不行 所以我們要因為持戒產生般若波羅蜜 那麼我們就應該要了解 種種的因緣法 你不會有任何的直取 沒有分大小 不要說這個好清淨喔 這個好污染喔 這個什麼 我們就是在這裡不斷的分別 這個都是粗的分別 這個不是清淨的善分別 只要是很粗廣的 這些粗略的分別 就會讓我們造成種種的痛苦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能夠用智慧來酬量 我們的心沒有貪著種種界法 無取無捨 是不是回應到剛剛講的了 不取不捨啊 這樣子才能夠產生般若波羅蜜 這個也是以前我們常常在講的講很多遍的 達摩大師他的邵氏六門 為什麼叫邵氏就是他在邵氏山修行 所以叫邵氏 那他說不讀惡 而什麼 生賢 不觀善 而情錯 你看到惡仁惡事啊 你不要產生 嫌棄的心 你不要 哎呀 好恐怖 哎呀好糟喔 還有什麼 然後看不起別人 激嫌別人 或者甚至嘲笑別人 不可以 你看到人家 這個善人善道啊 你就是這樣子 前錯就好像手忙腳亂啊 一直要去 衣服 要去攀附的意思 這個都是偏道任何一邊 這個就不是中道 就沒有 達大道 悉過涼 通佛 心悉出舵 好就沒有了 那麼接下來他要繼續講啊 他說啊 不辭戒的人 雖有勵志 以營事物 種種欲求生業之事 惠根 見頓 譬如力道 以割泥土 遂成頓器 你如果不持戒啊 雖然你本來就是 聰明的人啊 上根立志啊 可是因為你這時間都花在這世間的 事情上面啊 那你的惠根會不會慢慢就越來越頓了 會啊 力氣也變頓器啦 所以就好像拿力道去割這個泥土一樣 就變成頓器了 那如果出家持戒啊 你不會把時間 花在經營世間的事業 你能夠關諸法 十相一切無相 就是關他的空性 雖然你好像本身啊 這個天生是很頓根啊 比較遲頓 就像那個佛陀的弟子啊 有些是不是 周立潘拓茄 周立潘拓茄他是不是剛開始頓根 有沒有很認真 有 最後以剑轉立 那麼如果能夠了解到這些種種因緣 這個就叫持戒生 般若波羅蜜 這個施羅波羅蜜 或者持戒波羅蜜 就會產生六種波羅蜜 這裡好幾題思維題啊 你們自己去想一下 自己的作業 很多人認為 立根跟頓根 他們適合修行的佛法的法門 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聽過人家講說 你這個立根才能夠修禪 你這個頓根 不要修禪 現在修禪立根的人才能修 我們現在末法時代 大家都是頓根 所以我們就念佛就好了 對啊 有人會這樣講喔 喔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以前我們有講過啊 根氣是不是可以轉換 剛剛龍樹菩薩不是也有告訴我們啊 你 慧根是不是可以變頓 頓根是不是可以變力 所以他是可以改變的 他是 無常的 可變化的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修行 才能夠令我們的根氣 越來越增上 越來越力 還有金剛經也說啊 一切法都是佛法 那犯戒是不是一切法 之一 那你就要想一下喔 善法也是佛法 惡法也是佛法 非善非惡法也是佛法 那如果這樣你怎麼去看待 他呢 那智者大師他也講 他說一切世間 置身產業 皆於實相不相違背 意思就是 你雖然世間人在世間做世間事 你是不是也可以跟實相不相違背 我在賣菜 我也懂實相 我在做這個 旅行社的 導遊的事業 我也懂實相 我在推銷保險 我也懂實相 為什麼你要怎麼做才能夠讓你的 世間的這些事業都能夠跟實相不相違背 想一下喔 那所以剛剛講的這兩種說法跟龍術菩薩所說的 世間事業能力力跟轉頓差別在哪裡 剛剛龍術菩薩不是給我們分析了 他說在家不比出家好 因為在家修行很多困難嘛 那出家是不是修行比較容易 因為出家是專業 是你的專修 可是他又跟我們講力跟轉頓 那這個差別在哪裡 你們去想一下 這題比較難一點 但是你們還是可以想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在家人如果能夠延遲境界 那即使你必須要打理世間的俗悟 你是不是也能夠了知諸法思想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啊 要有信心啊 沒信心啊 你就不用修了嘛 對不對 好 最後一題 八冠災界為例子啊 你自己想一下 如果我去受八冠災界 我怎麼樣在一日一夜當中修行 然後去了解 去體會到 我能夠藉由持界產生六菠蘿蜜 可不可以 下次你們要去說八冠災界的時候 記得把這一條思維題 放在心上 然後當天就看看 我是不是今天 遲了一日一夜的八冠災界 我有體會到因為持界而產生六菠蘿 好 那我們講到這邊 那剩下的 我們下次再把它講完 好 那我們一起來回向 願消三丈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悉消除 世事常行 菩薩道 阿彌陀佛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